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期间计划在9月正式出炉之后 电子书也难成为了明日之星 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表示说 在明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将会首度的开辟电子书专区 除了邀请日本电子书的出版业 国内电信业者包括了中华电信远传也都是有非常高的兴趣的